咱们继续讲 开局起礼和定势 先指路对足底炮 下面黑方的正招 就是进相 他有进足进足攻击底相的恶手 红方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进马飞向或者进士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进炮呢 下面不管红方怎么走 黑方都有一个进马踹炮的先手 是吧 就算红方这个炮先退 也是产生一步亏损 因为红方本身是先手 这样就失去先手 但是 这个变化在大赛出现过 上来就失先 为什么会出现呢 因为 他有连贯手段 什么连贯手段呢 就是进相 他一样是阻止黑方 禁足禁足 所以 这个选择 也是可行的 刚才说的这些 属于第一类 就是 应对这一步 第二种选择 就是直接上正马 通过快速出动大子 先起后取 那这个地方 黑方可能会认为 我干嘛要进相呢 对不对 当头炮 马来跳 合作之一 对不对 出动大子 起步 妙灾 黑方如果这样走 红方 就可以直接上正马 假设 禁足的话 黑方 速败 就中了十步绝杀的 飞刀 等一会咱们再讲 这个时候 黑方 一定一定要 飞向 这样 黑方已经产生亏损 但 还不是 太差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黑方可能不服气 我为什么要飞向呢 让你的马快速 穿出来 扩大先手优势 我这个炮 就是质马 瞄准底向 这条线是我的地盘啊 对不对 你怎么能上正马呢 我这个足 不就过来了吗 对不对 当然现在不冲也不行 不可能让红方过去 然后 红方 锁定胜局 这样捉骂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那我镜像升黑 不就行了 大家来看 这个像 早晚都要补 是 必走着 当然现在已经太晚了 局面 糟透了 红方 进炮 就要马踹 这个炮带打 得子 黑方如果逃 这个马 只有一个点位 那红方 炮 不光是想得子 还有破相 马上来以后 两边 都有卧槽 这是叫沙 那这边 可以电马 对吧 所以肯定要守这边 然后 绝杀无解 黑方揍什么 都无所谓 因为 双将 杀气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马跳卧心 不死也晕 那黑方 对桌呢 你杀我的马 我杀你的炮 但是 红方杀了马 他踩着鞠 鞠肯定不能平回去 对吧 这本身就是亏损 因为你平去桌炮 在炮击中阻 杀炮 这个马就走了 不杀的话 打足 这个鞠怎么办 亏到姥姥家了 所以踹着鞠 只能是进鞠 那这样 还是马踹炮 炮打马 对不对 但是 红方有一个进炮 打鞠 那这样 黑方只能进尸 马 就跑了 那黑方可能翻轴 我不给你当炮鞠 这个鞠 杀炮 炮 打马 不一样是 得回狮子吗 对不对 谁要说对 自行罚战 因为浸泡一僵 进尸的话 直接打掉鞠 所以只能是 走向 那 已经干要一个马 再还回去 这样 黑方 禁守 一个 大鞠 实在是 没法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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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